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整个大盘的走势规划 包含目前的选股方向 跟你的进出的策略 那我们大概把这一个多星期的一个看法 做一次的小结论 那这个结论对于各位下个礼拜的操盘 会有很重要的帮助 首先第一个部分在大盘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先前大家认为10545前波高点 应该会轻易的过关 因为从上个礼拜看起来 一直到这个礼拜 整个大盘的确呢 仿佛是气势如虹 可是蔚朗老师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跟各位说到 我认为这一次就要直接过前高的机会不大 那最有可能就是接近之后再拉回 那呈现在一个区间的来回相行走势 而且这样的一个走法 也是对于行情中线上面的发展 比较有正面的帮助 我反倒不希望它直接过高 形成背离的走势 这是关于大盘的部分 所以今天的拉回 其实也不用很担心 也不用去找很多的理由 其实现在就是在一个相行区间 那第二点来说 在选股跟操作 其实把这个部分 我把我的观察心得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好了 你们有没有去池塘喂鱼的经验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地方 观光景点等等都会有一些池塘 像我自己也常带小朋友去池塘喂鱼 当你手中拿了一把饲料的时候 你会到处看找鱼在哪里 也许一开始你找好像没看到什么鱼 分散各地或是潜在水面之下 你看不到 但当你把一把饲料丢下去之后 过不了几秒钟 你会发现成群的鱼群汇聚而来 挤在那边 大家挤着要吃鱼 然后随着你丢下去的饲料 慢慢的喂完之后 这些鱼群一哄而散 然后又不见了 可能过了一会之后 来了另外一个观光客 在那个地方他又丢了一把饲料 就丢一把饲料之后 所有的鱼群又往那边蜂涌而上 然后开始大家吃吃吃 接着吃完之后又一哄而散 鱼群又消失不见了 又分散到各处去了 这个场景 我相信你们都很熟悉不陌生 但是这个跟你在投资上面 现在所看到台股的循环 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其实现在台湾有这么多的 我们讲产业族群 以前或许呢 股票加速不多的时候 大家就是大概分一下 叫电子金融传产三大类股 现在没有人这样分的 因为光电子 起码可以找出20种以上的次族群 传产也是一样 所以加起来台湾现在其实上市柜的产业或次族群 其实至少有50多种以上的次产业 那这些次产业 大家是轮动的 不是起涨 哪怕你行情涨到10,545点 大家也不是起涨 它是轮动的 那轮动其实靠什么 就要喂饲料 饲料到哪里 鱼群就在哪里 那所谓的饲料呢 就是我们常讲的八字争言 你族群产业要不要有题材 要不要有人气 要不要有资金 就是筹码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的主力大户法人 他们在选个股的时候 那些好公司没有量的 他也不会去碰 因为进得去恐怕也出不来 事实上连要进去也都很不容易 所以其实当饲料在哪个地方 就是现在产业的主轴 轮动的主流在哪里的时候 那么鱼群就来 这个就是市场的资金 从大户主力到法人资金 就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赚了一个波段之后 一涌而上 又一轰而散 因为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易的目的 获利放口袋 接着再看题材到了哪里 什么产业要进入旺季 什么产业已经经过了修正之后 又要转强 鱼群又一涌而上 赚到了钱又一轰而散 那你把握住这样这种喂鱼的节奏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抓到一档接一档的标股 一档接一档的业绩成长股 那如果你的节奏跟这个节奏刚好相反 也就是你的步调跟市场跟大户不一致的时候 人家一涌而上吃吃干妈进了 都准备要走了 你才进来 是不是刚好追在高点 结果呢 人家都走光之后 那个地方没有饲料了 股票呢 涨完了 没有肉了 没有利润了 也没有量了 你就套住在那边 等 等下一次 那不知道下一次 是在何年何月何日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投资上面的喂鱼理论 这是我自己呢 在假日上面 带小朋友去喂鱼的时候 我所体会到 这个跟我们现在股票市场的各股 类股的伦动像极了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饲料在哪 你的资金就要像鱼群一样 就要赶快卡位 因为同样一把饲料丢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鱼全部涌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全部吃得到 不是嘛 总是就是挤在前面那几只大鱼 后面那中边周边的小鱼 全部都被挡在外面 张着口在那边 一咬一合的 抬着头 扒着想要等吃的 可是呢 太远了 挤不进来 所以以产业跟族群上面的轮动来说 我观察到的七月份 我们不要讲过去 也不要讲太远以后 七月份的轮动到哪里 我想在上个礼拜 跟本周上半周之前 我们大概跟各位谈了一些平概股 包含高价股的 高价的平概股 可是你会发现到 礼拜四礼拜五这两天 高价的平概股开始呈现休息了 这就是我讲的 因为前一轮他们已经大涨了 鱼群都已经一涌而上了 可是现在人家吃饱了 吃饱当然要休息一下 要消化一下 再来又轮动到哪里呢 以下各位 我建议你可以好好记清楚 几个重要的族群 第一个来说 七月份你一定要去看的 是所有汽车相关的 我所谓的汽车相关 不管你有电没电 你是传产还是车电 还是电动车 所有汽车相关的 这边有机党个股要留意 首先我们看到康普 这个礼拜二 我们带家族朋友做最后加码 我们原先手上就有部位 逢高减码一半之后 逢低再买回我们的部位之后 在18号转折发生的当天之前 早盘再做最后一次加码 康普是做电动车的正级材料 现在其实全世界电动车 一直在充市场占有率 当然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应该还是在于特斯拉 康普其实透过跟日本公司的合作 等于间接也是提供给 特斯拉所需要的电池材料 那也是国内少数能够提供 硫酸液 硫酸菇的相关的受惠业者 下半年的重点就在于 它有新的产能 要即将开始投入量产 加入贡献营运 不过这个贡献的时间点 从原本预计最快就是下半年的7月 那现在可能会稍微往后递延一点 但是时间的早跟晚 不会影响到将来 它业绩上面的一个跳增 所以这两个股 我们持续的看好 那目前已经累积来到两成的获利 股价创历史新高 在本周可以说是 非常强势的一档电动车概念股 另外月丰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们先前波段已经大涨大赚 逢高减码一半 拉回再把减码的部分 重新买回来 那另外同样在转折启动的当天 本周四再做最后一次加码 确认家族朋友的手上部位 买满买购买足 当天拉上涨停板 转折确认 那过去也盘整了相当长了一段时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呢 看长做短来回操作 那月丰呢 已经开始切入到车用的连接线 那车用的比重也会开始呈现足迹的一个增加 下半年预估的业绩会比上半年呈现倍增 那本周股价呢 正是出量突破转强 所以下个礼拜续强可期 目前累积16%的一个正报酬 持续看好方向都没有改变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属于比较低价的部分 月丰是连接线 那么这一档万续也是连接线 同样的呢 也是从原本的NB跨入到非NB领域 尤其是在车用的一个贡献 也开始呢明显的发酵 那因为呢 万续把大陆的这个公司营收并进来 所以呢 它的营收在第二季呢 逐月的连续增加 那礼拜四经过洗盘之后 再度转强亮灯涨停 波段上来三根涨停板出现 这边短暂拉回洗盘 上涨的时候带亮 拉回的时候亮缩 斜率平缓 代表呢 多方主导的攻击架构没有改变 那到本周周五 收上这个礼拜的最高点 创新高 这个是属于低价位的股票 而且转型切入到车用 那另外呢 刚开始准备要启动的 有几档跟电动车相关的 不然反讲 下面我们放外资可以看得出来 让各位去做一个对照 外资买的时候股价涨 外资卖的时候股价跌 那这一波其实大概就在这个礼拜 外资重新由卖超转为买超 所以慢慢呢 让股价这个地方也逐出了底部 那甚至一度呢 这个礼拜有来到80块以上 慢慢的往八字头 甚至呢 可能九字头以上 去做一个靠拢 好 那另外呢 低价的电动车受惠股 3605 宏志 宏志是连接器 那基本上呢 原本在于NB市场当中 第三季就是传统的旺季 这个部分是它的营收获利的基本盘 那后面呢 更值得留意是在于新的一些开发的领域 包含就是在于车用的电动车 充电枪座 在第三季会开始放量出货 那再配合呢 因为在今年年初 它也有一个并购的动作 并购了什么 并购了一家欧洲的通路商 那那个部分的一个业绩 会开始在第三季 明显的反应贡献进来 因此呢 第三季的营收相当的看好 而获利的成长幅度 渴望比营收更大 预估可以增加45%以上 获利会将会大举的一个跳增 这边股价的位积也不高 风低呢 我想都是值得把握的 另外在这个礼拜 我们提到有一档获利爆发的股票 那今天正式我们做一个公布了 因为其实在前几天 陆陆续续让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 大家都能够有机会上车 那这两个股是仓佑 那仓佑虽然不是在车店相关的受惠股 不过呢 我们看到车用的市场当中呢 最主要你能不能抓到的是趋势 那以仓佑来说 受惠就是在于中国目前相关的汽车 都是从所谓的手牌 要开始转进入到自排的一个趋势 那这种自排驱动手牌的一个替代效果 就是仓佑获利爆发跟成长的来源 那加上公司看好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趋势 所以呢 有新的产能去做了准备 就是要迎接接下来的大订单 那在下半年 新产能因为要开始进入到量产 所以是逐季的产能爆发上去 第四季又会比第三季再大幅度增加 再配合过去的一个产线 已经陆续调整为自动化 所以能够大举的降低成本 那新到接到的一个客户的专案订单 产品的价格又更好 所以它的毛利率趋势是往上的 估计第二季的获利将会倍增 今年跟明年连续这两年 都是它的业绩起飞爆发的黄金时期 这波投信连续的锁定 那我们这个礼拜带着旧朋友新朋友 卡位布局之后 到周五股价来到了这个礼拜以来的高点 同时也是创下了历史新高点 所以短线在转强当中 那从波段上面格局来看 它是经过了横盘再突破 创下历史新高 也就代表从下个礼拜开始的仓佑 上档已经没有任何的反压 因为是在历史的新高价 那这种股票其实操作起来就很放心 你只要设定好下档的一个停利点 才移动式的停利法 基本上创高其实是很容易就赚到一个波段 就如同之前的康控 创历史新高之后是加速度的持续 创高创高再创高 所以在这边大概这个阶段 我们先跟各位掌握住 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族群 是7月份一定要瞄准锁定的 就是在于汽车相关的产业 不管是车电还是所谓的电动车 还是一些传统的汽车零组件 重点是在于这个大趋势你一定要掌握住 那掌握住之外呢 进场的时间点还要配合所谓的位于理论 是要在哪 鱼群就会在哪 你的资金就应该要在哪里 那接下来下个礼拜 还有什么样子的族群 即将要开始轮动起涨 是你的资金在下个礼拜 要全力把握住的 下一档的业绩爆发股 想知道的朋友 广告后回来继续锁定节目 你换车了 怎么都没说 这车不是都在一家人的吗 因为我 同事不就是一家人吗 我想和你成为一家人 本月购车送十大好力 总价值超过十五万 万家乡玩大豆酱油新品上市 使用非基因改造 整颗大豆酿造而成 酱香浓郁 百分之百纯酿造 不添加防腐剂 万家乡玩大豆酱油 一家烤肉万家乡 我们坚持专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头部界 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成国际头顾 02-2542-8999 2542-8999 要运动就要紧快 来 紧快 等我一下 你如果下车 你脑袋很感动得住 大家平常使得保佑 灵活乐节一天两立 配方更完整 行动更灵活 还有四项高单位专利配方 第五专位素食者设计的 素食乐节 定国专线 0800-066-680 或上网搜寻 长春乐活乐节 我哪一件跪条 长春乐活 妈 电影上面超夯的 可是好难买 那还不简单 用电视就可以帮你搞定 有限电视数位化 不但画质更清晰 还可以 享受多样化的数位加持服务 让我轻松成为 生活智慧王 跨海飞越一万多公里 我们在美国的CES 川普行政当家 是契机还是挑战 尽头从美国转到香港 我们正在亚洲的金融中心 产业变化超越想象 看企业如何成胜 全球震惊 缓缓向后 在台湾 我们跨越视察 那也许上个阶段 跟各位提到 其实现在台湾的产业次族群 分类非常的细 那以往大家可能认为说 某一个产业如果看好它的趋势 你就会想要赶快去买 然后买完 如果它有涨的话 你可能认为 你可以一直抱着它 可是你会发现到 现在因为市场的资金 相当的敏锐 基本上呢 大户的钱 法人钱 大概都会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然后等到市场这个利多 慢慢的渲染开来的时候 传播出去的时候 股价在发酵 或者说股价当热的时候 他们反而都会先调节 甚至就是获利出场 那会导致说 市场其实这些 真正能够控盘的资金 有钱人的钱 他们不是在利边长相失守 而是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 那当然他们也不是做短线 而是就是类似用一个波段 一个波段的方式 那你会问我说 老师波段是多久 其实大户人或法人 在定义所谓的波段 他不是用时间去看的 不是说多久 一个礼拜还是一个月 不是 他是用赚多少 获利目标 你如果一星期之间 能够赚到两成 不用花到两个月的时间 去赚两成 我当然两成已经到手 我就先走 所以投资的波段 不是在于你放多久的问题 久没有比较厉害 是达到目标 有效率的达成获利 比较厉害 所以现在会变成说 他们的资金 其实是非常的聪明跟敏锐的 我举个例子 你看平概股 平概股7月到现在 够不够热 够不够夯 非常热 非常夯 包含我们讲的 康控GIS 可是你看这个礼拜 上半周还很强 下半周之后 是不是开始休息了 因为人家短时间之内 就赚很多 像康控我们有些 买进去到现在 40 50% 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 所以其实这些资金 它就不会一直抱在这里 因为你在这么短时间之内 创造这么有高效能的 获利目标之后 它一定是抽出来 放到别的族群 放到什么族群 这个就会去看 产业 各股的基本面营收 财报数据 现在大户根反正 它一定是要买 有业绩数字支撑的股票 所以它一定是买在 营收公布 还没有出来之前 它就先买 第二季财报 还没有出来之前 它就先买 那我们说现在其实 七八月这段时间 第一个就是说 第二季的财报要公布了 那这边有哪些公司 第二季获利 比第一季好很多的 这些公司你一定要掌握住 再来就是现在其实七月份 是很多产业 开始进入到旺季 那这边旺季的股票 它股价自然比较容易 有所表现 那所以从上一个单元 我们提到的是 车用相关的 那七月份接下来 你应该要把握的 还有一个产业 叫做运动相关 那当然运动相关 基本上大概都是属于 传产股比较多 从一些自协跟协财相关的 到接下来跟各位讲 像846博文 这个是我们国内第二名的 所谓健身房连锁事业 那五月六月 营收连续两个月都创历史新高 所以第二季的财报会非常的好 预计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历史新高的数据 那今年整体的获利 跟去年相比 可以成长三成以上 股价目前创新高 那成交量保持一定的水准 它就能够在下个礼拜 还持续有续航力 这两个股看量不看价 有量就会有价 没量的时候就要整理 你就可以先做减码或拔档 另外一档是属于低价位的 也是跟健身相关的第三 那我们跟各位提到 7月份开始 它新接到的美国客户的订单 健身器材 出货量就会开始放大 8月更好 9月更强 第四季又比第三季更好 明年跟今年比起来 还要再翻一倍 所以这是一档 不可多得的低价 但是高成长的运动相关概念股 今天股价也创颇段新高 所以这两档个股一高一低 但基本上第三季的成长都很明确 讲完两个产业跟族群之后 最后今天还有第三个产业跟族群 要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这个产业叫做伺服器 叫做网通 那大致上我会把它都是归类在于云端的相关 这边来说 重达是我们操作 算是一档非常成功的 波段潜力股 因为从今年的七字头 大概在五月份的时候 跟各位说这两股票 你要从量小的时候做到量大 你要从它还在盘整没有喷出的之前 先从还涨做到几涨 这就是我们跟各位讲的一个概念 其实一个真正波段的股票 各位你去回想 或你去看我们过去 重达这一路怎么操作 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 波段的股票 你一定要跟市场是反向的 人家还没看好你就要买 大家都说好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保守一点 这是一个波段上面 最重要的基本精神 所以我那时候在跟各位分析重达的时候 包含我从它的一个去年的年报 今年的第一季财报成长性 拿其他的网通相关的个股来做比较 从族群的角度跟各位讲 这是一个被低估的股票 我也拿了重达过去历年来 它的股价走势 跟它过去每年的EPS做比较追踪 让各位看 我是不是跟各位很早预告 当它在七字头八字头的时候 我已经跟各位讲 这个股价就是要来挑战历史新高的 而且不是我一厢情愿的去喊盘而已 重点是在于我是有根据跟逻辑的 那当然的确股价从原本的量小 到现在的量大从还涨变成急涨 那本周是连续加速度的喷出 不考虑全息的还原都已经来到 118.5的历史新高价 所以这个地方短线上面 当然你不能马上急的去追 因为它会有一定的卖压出现 因为跟现在的中长线的均线 它的轨率已经蛮大的 所以这边来说 我们仍然是看好下半年的旺季 业绩会更好 可是你必须考虑股价现在 短线上面是不是有过热的风险 因此在整个云端或伺服器相关当中 开始我们把资金转一些到比较低位阶的 像这个礼拜三 工上涨停的是见准 股价经过盘整 是不是才刚开始突破 虽然昨天今天创高之后 稍微做一个拉回 但是这边的震荡换手 其实是非常良性的 基本上第二季的财报会有利多 第三季营收获利都渴望创历史新高 而且它是兼具伺服器跟车用 特斯拉相关的双重题材概念股 再往后看 昨天跟各位预告 今天要带家族朋友进去卡位的 是一档低价位的伺服器受惠股 在这个产业当中 如果你没有买到过去七字头的重达 你没有在涨停之前卡位见准 其实你今天如果跟上脚步 都还能够把握到这一档 早盘进场之后 今天拉到涨停板 各位涨停板或许对平常的盘式来说 不是非常的特别 每天都有股票涨停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今天的大盘是属于一个下跌修正的 所以其实今天能够这么强势冲上去的股票 这代表大户是非常看好 也就代表这些股票是下个礼拜很有可能成为新冒出头的胜利军 新串起的标股 所以其实股票一直在轮替 操作的节奏一定要顺应现在的产业趋势的变化 好了股票本来就是一档接一档 从我们过去所带大家操作的康浦月峰 到最近这个礼拜喷出去的见准复华 下个礼拜我们能来锁定了一档全新的标股 而且一样业绩是最重要的要求 即将站在爆发线上面的一档业绩成长股 这一档业绩爆发股 希望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再错过 下一档好股票 今天马上来电影跟我们预约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